好 只問立法院的資訊狀況 總統賴清德先前被媒體報導 他在8月出席一場世免 禁任將官的典禮上面 因為看到這些將官們 看到總統的時候沒有站好 所以震怒又摔資料 對此國防部長顧立雄 今天也出面還原當天的狀況 他說呢 總統並沒有立位的問題 因為他就是三軍統帥 同時也說總統這個叫做提醒 而不是震怒 一起來聽 總統是三軍統帥 三軍統帥就是三軍統帥 並沒有什麼立位不立位的問題 作為一個三軍統帥 那麼他提醒軍人應該有的禮節 我想這也是應該的 一般如果說總統到的時候 他如果有人喊總統到的話 那大家自然會起立嘛 對不對 但是因為他突然進來嘛 所以在流程上事件 確實可能沒有溝通很清楚 所以大家可能反應一直來不及 那所以我想造成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我想日後我們把流程弄清楚了以後 日後的所有在進行的查詢就很順利了 副總統那時候真的有開麥克風 然後鎖著呼呼 要緩交 但好像沒有用的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我想總統只是提醒提醒 那我有做一些說明就這樣子 那我想這就就就就就就沒有 這只是一個我想這只是一個 這個查詢之前的一個小小的查詢而已 大家不需要過度的渲染放大 好不好 好 您可以看到當顧麗熊被問到 是不是有拿起麥克風說呼呼呼 有聲音嗎 試圖要緩夾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麼顧麗熊人就直接笑出來 但他也說這只是一個小查詢 不需要過度的去渲染 而至於外界所關注的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總統府幕僚 告訴現場的將官們 大家做得就好呢 顧麗熊的回應是說 他因為比較早到場 所以沒有看到這樣的一個狀況 這樣子這集的各位最新